都停火来持续的努力 不过我们来看到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和态度 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硬 他说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国际压力 包括甚至不排除 会对于哈马斯在加萨拉法的据点 来继续的持续的进攻 而且甚至说会在加萨全境 对哈马斯采取更进一步升级的行动 此话一出 当然也让哈马斯非常的不满了 不过我们来看到 目前以哈之间的冲突还有分歧点 主要是在于说 因为以色列这里 是认为说哈马斯 你拒绝提供人职的名单 他认为说你要先给我 这样子是我们进一步协商的先决条件 但是哈马斯这里 也帮自己的行为辩护了 说人职是分身在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地方 只有你要先停火 我这样子还可以来搜集资料给你 所以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 以哈之间还是有非常多的分歧 没有办法跨过去 来看到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和CNN记者 发生口角冲突 以色列民众跟CNN记者当场吵起来 原来这群以色列人聚集在紧邻加萨的 以色列郊区 试图阻挡人道物资进入加萨 但这些以色列人质家属为主的群众相信 物资只会送到哈马斯手里 送物资到加萨不断卡关 美军8号就进行了第三次空投 地面民众争抢物资 场面混乱 甚至传出有民众死在包裹之下 美国军方否认这项传闻 却也反映空投的危险和效率低落 五角大厦强调海陆送物资 临时建港计划会按时辰进行 不只美国 德国 希腊 意大利 荷兰 英国 以及塞浦勒斯也都将开辟海上新航道 帮助把物资确实运进加萨 TB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军将在加萨走廊的地中海岸 兴建港口 更多详情交给婷婷 国情咨问当中相当关心 以色列以及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来看到美国现在也是特别点出 他们在加萨的地中海岸 要兴建港口 主要就是要协助海运人道固资 但是这样子一个举措 他们也是跟以色列进行敲打了 来看到拜登说 不要把援助当成筹码 保护还有拯救无辜的民众 是必要优先的药物 而且呼吁以色列这里 唯一政治的解决方法 就是要接受两国方案 Two-State Solution 不过我们来看到 以色列这里还是对 在加萨的民众持续的无情炮轰 在3月8号这一天 密集轰炸了加萨南部 还有中部造成了29人死亡 所以也看到了 其实美国持续敲打以色列之际 国务新布林肯当然也是把矛头 对上了哈马斯 说现在没有办法来停火 主要这个部分还是在哈马斯的责任上面 是比较重的 说重点是在于说哈马斯他们会不会停火 而且美方正在努力推动这件事情 不过对这样的说法 哈马斯的代表显然是不买单的 他说以色列应该是以色列这里应该要停止侵略 还有撤军 这样子才能够达成交换人质的协议 这样才是首要的事情 货物从飞机上直接空头而下 这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与埃及空军 向加萨走廊运送的第四批人道救援物资 总共53顿食物和医疗用品 同一天美国也在向加萨空头超过3.8万份餐点 此外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将在加萨沿岸设置一个临时港口 专门运送作用物资 美国初步计划是从塞浦勒斯转运物资 到加萨海岸新建的漂浮港口 而美军则不会踏上加萨土地 会交由盟友在陆地接受货物 这样每天就能让约400辆卡车 运送物资到加萨走廊 相比成本高又无法控制分配的空头方式 从陆路送物资救援效率比较高 CNN报道美国也正施压以色列多开放一处过境点 让物资直达北加萨 但当局还是以各种理由拦截车队 以色列重申这都是为了避免哈马斯打劫物资 CNN记者指出这代表只要牵扯到哈马斯 以色列就连最大盟友美国的面子也不会给 现在欧盟也打算效法美国建立海上走廊 提供救援物资 因为加萨有四分之一人离饥荒只差一步 已经至少二十人营养不良脱水而死 一位十五岁少年就因此结束短暂性命 没有得到物资的加萨人只能去翻垃圾桶 有加萨妇女说他们的小孩战前天天都有鸡蛋吃 现在连面粉水和炒菜的油都没有 医院里还有更多汗死神拔河的小baby 战争没有停止迹象 在谈判没有共事情况下 哈马斯代表团已经离开埃及 消息人士悲观认为 下周一拽戒月前已经不太可能达成协议 以色列批评哈马斯迟迟不给人质名单 所以不愿出席最后谈判 而哈马斯虽然让步 从最初说的一停火 以色列全军就撤离加萨 改成可以分阶段进行 但以色列仍然拒绝 不过以色列方面也指出 剩下的134位人质 有33人命在旦夕 让还在苦苦等亲友回来的家属 心如刀割 人质家属周四也再度前往 以色列国防部门口陈勤 要求政府别再拖下去 尽快达成协议 让他们的亲友早日回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许多西方品牌 遭到伊斯兰教国家抵制 哪些品牌交给婷婷 因为不满西方国家庭 以色列的态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算是远在东南亚 距离中中地区相当遥远的 这些伊斯兰教徒 比较多的这些国家 他们当地也掀起了抵制潮 不愿意来支持美国的商品 看到这个包括了印尼 还有马来西亚 因为当地伊斯兰教徒 占比较多数一些些 所以他们也联合抵制了 西方的知名品牌 我们来看一下 以印尼来讲了 这两个的美国品牌 一个就包括了联合利华 印尼的第四季的销售量 是二位数的下降 另外一个抽象很大 就是知名的素食品牌 麦当劳了 看到在印尼的第四季的销售量 去年只有增加仅仅0.7% 这个跟去年的同期数字 16.5%相比 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真的是掉了非常多 另外在马来西亚 星巴克其实去年12月 它的收入降了38.2% 其实不止美国品牌来看到 就算是法国品牌达能 它的AQUA瓶装水 在12月份的需求 降了快要八成这个数字 真的是相当的多 来看到印尼的总统索科威 甚至多次谴责以色列的行动 只有连在当地的28岁的上班族 像媒体坦诚 他自己会避免使用 还有公开停以色列 甚至也是不会购买 这些西方大厂所生产的产品 所以可以看到 以他之间的纷争 也间接影响了 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些亮灯 那除了关心相关的一些话题之外 我们可以关心更多 国内的一些大小事 小夏的左边QR Code 下载TVBS App 让你所有讯息都可以不邏輯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 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